日前在台北市北投区发生了一起车祸 当时一名驾驶开车不朽 新汉机车发生碰撞 说警方到场对这名驾驶实施酒测 发现高档0.34毫克 因此驾驶被依照现行犯逮捕移送 开完停车被依照2万元预力交保 但事后驾驶的女儿觉得爸爸很委屈 她在脸书发文炮轰 她说当时爸爸根本没有喝酒 也没有吃麻油机或是脏母鸭 虽然有要求警方要重测或者是到医院来检验 但是都遭到拒绝 因此质疑警方的作业流程 是不是有瑕疵 下班时间人车众多 一辆休旅车开过去 没想到意外发生了 当场和一名骑士发生碰撞 警方获报到场处理 男子大口呼气 激起嗶嗶嗶的叫开始分析 经过一分半后 结果出炉0.34大超标 但他不停喊员 还原经过车祸发生在24号晚上 无信男子在北投和黄警骑士对撞 警方到场后驾驶被测出 酒测值超标 被一线刑犯逮捕移送 但他的女儿在联署控诉 爸爸根本没喝酒 也没有吃麻油剂或姜母鸭等等 向警方要求测第二次 但依法规定不得重测 当下也不能到医院自费检验 就这样在试检开庭 过了12个小时后 才一两万元交保出来 事后女儿质疑警方作业有疏失 耽误能够自保的时间 好耍眼上网跑红 在完成检验后 不论有无超过规定的标准 不得实施第二次的检测 除于检测结果出现明显异常的情形时 才可以改用其他的银器进行检测 故我们在现场拒绝 无性男子第二次失测的要求 酒驾上路最该万死 但如果民众真的被机器误会了 当下能够怎么自保 可以向警方来表示 这个检查的机器 本身有没有定时去做检查或做调教 如果没有的话 那可能这个检查机器确实有问题 警方依法心事 但无性男子觉得好委屈 到底有没有酒驾 唯一办法 只有向地检署或法院申请调查 机器的检查记录 才有可能还自己清白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